成为一个美女是我心中所想的事意吗 成为一个美女 在你的记忆里 你没有在这个过程中 为成为一个美女做努力 我觉得 我 我先给你补充一些信息 不是很重要啊 你当怎么样 她一套衣服穿了十年 她有两套衣 一套是夏天穿的 一套是冬天穿的 然后一个棉袄穿了十年 我认识她 师傅认识她的时候 她就穿着 我当时觉得 这套衣服不好实账 我认识她 因为演员的时候 成为一个美女 就相对来说更重要一些 或者更 知恶性更强一些 那对我呢 对你来说就 因为你一直不是靠脸吃饭 我也靠脸 我面积也挺宽 我的美女的概念 不跟你们一样 在我的概念里 我什么叫美女 妈妈爸爸生的纯天然的 这才是美女 你知道吗 我觉得在你心目中 属于美女性的温度 很多 你说三个人吧 林青霞 关芷霖 现在的纳扎 佟丽也很漂亮 周冬雨 但是我更喜欢她们的性格 这一是个很好的 很漂亮的美女 你跟她聊完天的时候 觉得她真的更 觉得特别有亲和力 你会觉得她更美 就是这样的 周冬雨让我看到之后 是非常喜欢 真实的 不能再真实的姑娘 就是一眼看上去 你就情不自禁地觉得 这姑娘真好 很踏实 你的自己心目当中的 对女人的定位不一样 那我这次来玩 我觉得看我们 十八尾姐姐 我觉得个个都 都也很漂亮 她们讲的都是自己的故事 我就觉得 嗯